OK,经过了一天多的调试呢 挖掘机成功的跟遥控器匹配 我们现在来打开挖掘机的油门 油门可以大可以小 我们现在把通道的显示打开 现在来为大家演示车辆的一个 台大壁 台大壁 下大壁 收挖斗 放挖斗 车身旋转 车身旋转 360度无限旋转 然后放小壁 收小壁 并不是说它每个动作是死的 我们可以通过遥控器的界面 来设置 比如说这个管小壁 这个管挖斗都是可以的 我们现在打开它的灯光系统 OK 包括后面的尾灯都有的 我们360度转一圈 然后履带的行走在两边 可以看到对吧 我们继续来 履带的行走 再来 OK 我们对这一台挖斗机呢 做了丰富的改装 普通的挖斗机 它只是一个三路 什么叫三路 我们为大家演示 大壁一路 对不对 小壁一路 挖斗一路 这就是三路 对吧 普通的挖斗机 它只能挖挖土 对不对 我们这一台挖斗机 有丰富的改装件 可以选择 叶压爪 叶压前 叶压斗 我们现在这一台呢 升级了五路 那么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它摇杆内侧的这个操作 注意看 可以看到我这边旋转的话 它的这个条子会跟着转动的 我们继续来 这个同样可以的 对吧 OK 可以看到有丰富的改装件 对吧 每一台改装件上面 都有许多的油管 它全部是要用 一压油来控制的 我们就随便拿一个过来 直接装上去 为大家演示 我们现在来演示 一压爪的功能 打开车辆的油门 把一压爪转过来 它是由一压油控制 我们继续看 注意看我的摇杆 我们转 它也会跟着转 对吧 你转得快 它就转得快 你转得慢 它就转得慢 对不对 我们继续来 松 加 我们印象中的挖杰机 只能挖土 对吧 我们的挖杰机呢 功能非常的强大 想干嘛就干嘛 对不对 然后这一期视频呢 就简单的介绍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